我是邵康 歡迎你來到TVBS邵康會客室 我們今天要訪問的是 入委會主委夏立言 夏主委 夏主委 歡迎你 歡迎 歡迎 張先生你好 請坐 請坐 謝謝 是 我們請教 這個10月上旬 之前馬錫會已經搞了大招 嚇一跳 然後最近傳出來說 兩岸換服 俘虜 說在馬錫會之前就換服了 在10月上旬 他們釋放我們的情報員 叫朱公訓跟徐章國 所以是不是這個馬錫會前 兩岸換服 能不能看成中國大陸 一個善意的表現 我想第一個國防部也說 這其實不是真正的叫做換服 他們就是他們因為做情報工作被抓了 然後被判了刑 服刑到了一個階段 然後也是假釋出獄 然後他們就一個善意的表示 讓他們回來了 我們這邊也是同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想當然總統府也說 這是馬錫會不管之前之後 一個善意的表示 就是一個善意的表示 是一個善意的表示 我們也希望這種善意 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是 那這次馬錫會 當然已經國際很大的矚目了 外面是說 馬錫會之後在11月7號的晚宴 國安會秘書長高華柱 向習近平舉杯致敬 因為外面都看不到裡面的情況 聽說的 馬總統也順勢加入 你也在裡面 說華人版的間諜牆 他們說是所謂禁在不言中 意思是說現在當時大家搞不懂 為什麼要舉杯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為了這個 是這樣嗎 我想那天晚上的氣氛非常融洽 大家也禁酒也互相禁了 這個也許某一位 也許高秘書長他心裡有這個想法 我不知道 可是我想可能我們也不要太過度的 這個把它做不必要的牽連 或者誇大 其實就是整體氣氛非常好的事了 那目前兩岸的氣氛怎麼樣 海峽兩岸 因為習近平 馬錫會 釋放我們的這個情報員等等 那為什麼在一個月之內 會有連續這樣的動作 所以大家在解讀說 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我想兩岸關係到現在 其實我們一直在講是66年代最好 其實到馬錫會 甚至到一個很高的一個高點了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會面 66年代第一次 兩岸關係可以講是 的確是非常融洽 當然我想馬總統這次在馬錫會裡面 也特別提出來 還是有一些問題 希望中共能夠更加的 有善意的表達 譬如說我們的國際空間 譬如說軍事的部署 所以我覺得兩岸關係 我想就像任何兩個方面 或者兩個國家 當然不適合講兩個國家 都是一樣 有好的一面 也有互相不能夠 互相有點衝突的一面 我想這個 可是目前來看 的確是非常的融洽 馬錫會有沒有什麼後續 舉例來講說 馬總統提出來說飛彈 習近平說這不是針對台灣 那就停了 我們看好不遵先生 他也在報上寫了文章 他說有些短程就是針對台灣 既然習近平說不是 那也許他情報錯誤 或是他只是在先 做一個原則性的說明 接下來陸委會 要不要跟國防部聯繫 哪些 因為陸委會不會知道 國防部一定知道 哪些是針對台灣的 要透過陸委會去跟大陸講 說這幾個事 你這幾個把它移開 有沒有這個後續 我想馬錫會之後 我們現在正在針對 兩位領導人 他們在會談的時候 所談的一些問題 把它列個清單出來 哪一些要繼續追蹤的 繼續能夠立刻來做的 譬如說馬總統這次特別提出一個 叫設置熱線 熱線當然將來會在陸委會 跟國台辦之間 所以這個我們就要盡快的來做 譬如說專生本教 大陸的學生來 專科生來念大學部的問題 我們也跟教育部正在聯繫 盡快做 所以我們有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 我們也會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跟中國大陸坐下來討論 對 不過當然是有個清單 我剛剛提的是大家最關切 就飛彈 因為其他東西有沒有熱線 我相信你們現在也可以聯繫的 沒有熱線難道不能聯繫嗎 這個升學這個問題也沒那麼重要 那飛彈問題是台灣非常在乎的 所以馬總統才特別提出來 這個問題有沒有追蹤 我們會繼續追蹤 我們會繼續跟他們 來進一步的討論 當然他也講不是針對你的 其實飛彈的問題 他真的倒退個50 100里 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想主要是要他表現出一點善意出來 做出一些姿態出來 讓我們感覺到兩岸之間 因為馬錫會 這個關係更加融洽 更加得到改善 當然有人講說 他很多機動性的飛彈 就算移走可以運回來 問題是你的移都不肯移 你的姿態都不肯做 那你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兩岸之間 很多問題要繼續的往前推進 就是不斷 更多的接觸 更多的聯繫 我覺得會總是會看到一些效果 因為我剛提的這飛彈 我真的覺得是他重中之重 這問題對台灣2300人心理 不管藍的綠 對 我就覺得說你什麼意思 飛彈打下來不長眼睛 你耍台獨 你怎麼只打台獨 搞不好台獨沒打 不台獨打死了 所以國民感情的傷害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馬總統才特別提出來 有關飛彈的部署 有關他的一些針對性的精神演習 我們都覺得對我們的人心是有傷害的 所以我例如說 在接下來的兩岸的會上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很重要 我們會持續的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除了這個以外就是 我們現在了解說 我們還有100多個人 關在大陸的監獄 就是做情報公共人員 特別有一個叫做楊明中 已經關了16年 膝蓋現在都不好了等等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會怎樣 當然這個事情牽涉國安會 牽涉到很多其他情報單位等等 路委會可能只是一個 一個中介 一個橋樑 接下來我們還會繼續談嗎 另外這個楊明中 是不是下一個會被要求 要求釋放的人選 一般在國際上對於所謂換服 都不是會公開來討論的 都不會談的 前面你提的兩位先生 也是經過各單位 不同的人士 包括過去國民黨的一些 大佬們去大陸的時候 都把這些個案都提出來過 希望對岸能夠把他們釋放 所以我覺得將來政府 還是會透過各種管道 希望大陸繼續的能夠釋放三億 讓這些人盡早的能夠出獄回來 會繼續努力 會繼續努力 一定會 那馬熙慧 66年來第一次兩岸最高領導人見面 在新加坡 你怎麼打分手 你覺得表現如何 我覺得表現都非常好 我覺得這一次 兩位領導人表現都是非常的大度 而且能夠很成熟 務實 很穩重的來討論兩岸之間的問題 也正正事實的彼此面對 我覺得是非常難 難能可貴的 而且特別是馬總統能夠在國際社會上 我想大家都這次看到了我們中華民國存在的一個事實 然後把該提的問題通通都提出來了 這個要有希望大陸繼續能夠釋放三億的 他也提出這一部分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些分數應該是可以打得比較高的 那你自己在立法院答選的時候 你說你自己分數只是在及格邊緣 對自己不是很滿意 為什麼這麼謙虛 那你覺得哪些地方還要再加強 其實那天問的主要是一個事務性的處理方面 因為這一次 問那件事怎麼處理 就是說整個我們在安排這個馬席會過程中 特別是對媒體朋友們 因為我們時間非常短 我是10月中旬我們得到這樣一個訊息 10月23號才第一次派人過去跟他談 等於這23號之後才有個正面的 覺得可以推動了 像7號就辦了 11月7號就辦了 所以我覺得時間非常短 第二個我們為了要事先這個作業要非常保密 所以我們陸委會不瞞你講 只有5個人在推動這個案子 一直到11月的大概3號左右對外宣布 我才把更多的人能夠進來做 在這時候媒體又有這次差不多600多個媒體在那邊 所以我們對於媒體的服務方面的確做得有點混亂了 不過最後還好一般大家都還算滿意 所以我在這一部分同任的努力我是100%肯定 我只是覺得說因為我們的時間的緊縮 因為我們人員的非常的少 所以這個做的時候整個過程當中是有一點混亂 那就是說我看到當時媒體也報導說 我們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到新加坡訂衛星訂什麼都手忙腳亂等等 其實大陸的媒體好像早就都訂好 為什麼 他被我們早知道嗎 媒體被我們早知道 不是 因為大陸正好他前兩天 他這個習近平在新加坡做國事訪問 所以他們的人老早到了 所以早就訂了 該部署都部署了 對 這點是講得通的 因為我們事先根本不知道 馬英九都沒有要去的 馬熙會到底是什麼時候敲定的 有人說是下章二會 那個時候你們談起來 而且好像是大陸方面主動體驗說可以 這經過到底怎樣 大家覺得說很奇怪 那個APEC馬英九想去北京 弄個半天 層次非常高 都沒談成 怎麼突然大家覺得說 這個沒有希望了 突然就發生了 突然就發生了 怎麼會這樣 其實兩邊的這個 兩岸的領導人想見面 大家都已經在心裡已經盤繞很久了 我是在廣州的時候 我記得是10月14號晚上 我跟張志勳先生 我們在游珠江 那就談到了說兩岸之間 其實很多已經見面見了 我那時候見他第六次了 也覺得說 其實已經非常水到渠成了 應該領導人見面 也應該是可以的了 而且張志勳特別講 他說我們的立場是一貫的 是非常積極的 希望能夠安排 那時候我就講 我說APEC下個月就要開了 在菲律賓 為什麼不在APEC 他們表示APEC對他們講還是有困難 其實如果第三地的話 倒不是不能考慮 那我就立刻正好之前 新加坡的大使來看我 提到了說當年 孤汪會面的那個大樓 本來說要拆了 後來李顯龍先生特別要求 要把它保留下來 那我就想到 我說那為什麼不讓 我們兩個領導人 回到孤汪原來那個地方去 對 那他就說 這是回去請示可以考慮 所以我們就約定了 各自回去請示 這個當時也沒有把握的 可是我們也 不過我特別提到的一些原則 就是說見面一定要尊嚴對等 一定要維持到 所以我想這個基本原則有 我們回來請示 那大概回來之後我就跟總統報告了 那經過國安會的一些內部討論 我們就23號派同仁去 那時候得到的訊息是非常正面的 所以回來之後開始往前推動 那時候我們有組一個什麼 Task Force 一個任務小組 什麼協調小組 有這樣還是就幾個人就這樣敲擊 其實我們是國安會當然 這個整個案子推動是國安的高層 他們在做整個政策的指導了 那我們陸委會做幕僚工作 另外參加的當然是外交部和國安局 外交部後來是負責整個總統出訪的 整個一屆行程 那國安局就負責維安 以及一些情報的分析 講說大概多少人知道 大概到9月初的話 知道的人非常有限 大概十幾個人 9月初 對不起 講說11月初 11月初 所以保密保得還不錯 我們覺得保得 在台灣通常沒有什麼可以保密的這樣 我們其實這次外面 當然對我們也有一些批評 說我們回避了國會的監督 或者說我們黑箱作業 其實我在這邊正好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說明一下 我自己學外交的 我們是在學外交的時候 我們知道外交上 我們大家反對所謂秘密外交 可是在外交裡面有很多秘密 你要維持到最後一刻 你才能夠對外講 譬如說基辛吉 他到巴基斯坦 肚子痛 跑到大陸去了 對不對 我們這次整個安排 的確是因為一直沒有敲定 很多細節 一直到了11月初 大概我們就 總統府就跟我們開會 決定說我們是在 我記得是個星期二 我們通知了相關的國家 然後在星期二的下午 就3號的下午 馬總統打電話給王院長 說明天曾永泉秘書長 跟毛澤國院長回來看你 跟你報告一個 消息就出來了 那時候還沒有 還沒有 王院長沒有問什麼事 我們的原定計畫是 第二天早上 他們去看王院長 接著去跟幾個 主要政黨的主席報告 大概是10點左右 然後下午2點半 我再去跟黨團報告 在王院長辦公室 4點鐘我開記者會 然後接著馬總統 第二天開記者會 這我們安排 結果沒有想到 到3號的晚上 我們10點多準備回家 正在慶幸說 保密還不錯 第二天早上 就可以正式對外講 消息就出來了 結果手機就有媒體快報 而媒體快報 因為內容很多不確實 所以我們總統府 就立刻發了新聞 把這件事情 等於是做了證實 為什麼 你們後來總有研判說 那個消息怎麼出去 我們 你不是總統府 就是陸委會 國安會 外交部 航空公司 要不然就是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不是被他安排專機嗎 不知道 都沒有跟他講 都沒有講 那要去立法院 立法院真的不知道 王院長完全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不是立法院出去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還沒有告訴任何立法委員 所以 你明天要去看他不講什麼事嗎 只跟他講有重要事情 他沒有問什麼事情 他沒有問什麼事 因為外面原來都推測 是立法院現在出來的 我想王院長自己也講得很清楚 我們也絕對相信 不是他 好 那麼到底是誰卸的密 這是個羅生門 我們需要再回來 我是超康 歡迎你回到TVS 超康會客室 我們現場邀請的是 陸委會主委 夏立言 夏主委 剛剛講到說 其實保密到那個階段算是不錯了 那麼幾天 外面都不知道 其實算不錯了 大家好奇 比如說你是跟張志軍 提起來這個事情 馬英九跟習近平會面之後 當然馬英九說 他中間又提了什麼 一個中組各自表述 中華民國 總統 憲法 習近平當然也沒有 雖然沒有反對 也沒有 反正就是你講你的 但是會後 馬英九召開記者會 有人認為說那記者會 馬英九不開 該你開的 那北京是張志軍 張志軍那個講話非常嚴厲 所以他就講說 張志軍跟習近平是否常常黑白臉 還是張志軍因為自信不夠 要講得這樣子 你怎麼看 第一個 馬總統他的習慣 印象是自己開記者會 馬總統曾經跟我講 說如果叫我來開 只像張志軍一樣 只給三個人問問題 難道我們的媒體會高興嗎 當然不會 所以馬總統自己開記者會 這個沒有什麼對等不對等的問題 我們本來的決定就是各自開記者會 沒有一個共同的新聞稿 那馬總統在 我們這次整個安排 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公開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正式會談 正式會談是沒有媒體的 然後接著去記者會 然後是晚宴 我想分成這幾個地方 在公開的部分 我們事先有一個約定 就是大家為了維持整個 整個會談的一個和好的氣氛 我們不要講一些大家互相不想聽的話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公開的時候 習近平先生他沒有講反對態度 一個中國框架 一中原則 兩岸同屬 一中一家禽 這些都沒有講 馬總統也沒有講這些 馬總統講說 當年為了在92年的時候 我們針對一個中國原則 有這樣一個92公司 等一下我會講得清楚 所以他在後面 在正式會談的時候 我們大家把該講的話都講了 馬總統講到中華民國憲法 根據我們的憲法 我們有一個九個共識 九個共識原之原位 統統講出來一中各表 講得非常清楚 這是第一次 在中國大陸的領導人面這樣講 他們對方習近平也講了 兩岸一家親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等等 全部大家平常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場合 大家可以這麼坦率 而且這麼務實 這麼穩重的 成熟的來面對彼此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不過台灣社會你知道 尤其民進黨什麼是逢中必反等等 所以大家也知道說 自私的反應怎麼樣 大家都會知道的 所以當習近平沒有提到什麼 反對台獨這些東西的時候 後來就有人提出 馬英九你何必去提什麼 一個中國的原則 你可以不提 因為他沒提 這是第一個 你既然提了 你為什麼不把各自表示 在那個地方講 因為那麼重要 那個是他最重要 大家在觀察他這點 為什麼要到閉門會去講 我聽說你們事先有沒有殺盤隊 有沒有想到馬總統會神奈之彼這樣講 馬總統在開始的時候 只是把這個題目帶出來 就是說是當92年的時候 是因為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 所以大家討論 有這樣一個92公司 他說我等一下會把內容詳細說清楚 所以他在根據我們事先的約定 就是在正式會談的時候 把所有事情講得清清楚楚 對 但是因為那是一個閉門 你開始有那麼多記者 當然我們後來也把 我們後來也把所有的文字都 都把政治搞出來 但是因為第一個印象是最重要的 事後都屬於比較說明 補救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當時有想到 有沒有事先插盤推演說 如果他不談什麼 我就不談什麼 那還是事先不管你談什麼 我就是要講說 這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然後等一等我內容再講 我們事先大家的諒解 就是說我們都不要講對岸不想聽的話 這個他們講的那些話 我們平常一般人不管多數少數 很多人不喜歡聽 那我們也不要去講中華民國憲法了 中華民國的存在了 以及這個一中各表九二共識 我們只講九二共識 那馬總統他是把這個題目帶出來 說當年是為了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有這樣一個九二共識 那九二共識內容是什麼 他說我等一下會講清楚 所以他後來講得很清楚 那回到這個事件的本質 就是說台灣很多人都認為說 九二共識就是雙方有共識 共識是什麼 就是一中各表 一個中國的原則 各自表述 你說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說我的中華民國 那這次會看起來 就是說老共根本不承認各表 所以民進黨就問 所以你們講一中各表 那他有承認各表嗎 他承認再說 他都沒承認 叫我們承認什麼一中各表 所以這個怎麼講 九二共識當年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 我們提出來 大家對一個中國 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可是對他的內涵有不同的解釋 所以我們願意各自用口頭的方式 來表述這個原則 當時對方是表示說 我們高度尊重以及接受 所以這就是所謂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一個原由 我們對大家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可是我們的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中華民國 對方的一個中國原則 那是他的解釋 我們不去跟他做任何的重視 堅持的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可是各自表述 所以共識各自表述 至於我們講的 所謂各自表示中華民國 他不承認 他也根本不想 他其實基本上就是他沒有任何的 其實可以這樣講 沒有任何的結論 九二共識就是說 我們同意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就對一個中國的內涵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陳水扁總統在2000年6月時候 他自己也講過 新政府的兩岸政策 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那北京到底是不是真的同意這樣子 還是他只是講九二共識 跟不談什麼各自表述 他尊重而且接受 至少在當年 九二共識發生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而且胡錦濤先生跟小布希 曾經通過一次電話也講過 同樣的話兩岸的關係就是 一個中國可是對他內涵 用不同的方式來表述 習近平接受嗎 我想他們這個也是一個政策 也是延續下來的 好 那馬熙會以後 有可能第二次嗎 有人說馬鑫九任內搞不好 會有第二次有可能嗎 我想至少到目前 並沒有做任何的規劃 而且我們馬上要選舉了 選舉之後是不是適合的 也是要另外考慮的 不過目前絕對沒有做這樣規劃的就是 不過也有人去建議蔡英文 包括李登輝今天都說 說蔡英文旁邊很多人討厭他 因為蔡英文旁邊有些人 也想跟大陸往來做生意什麼 所以建議蔡英文去蔡席會 那你認為蔡英文蔡席會的可能有多少 另外就是有時機點 一個是如果他當選 如果他當選 五二零就職之後 一個是他當選他還沒就職 那當然沒當選那另外一回事情 因為有可能嗎 我覺得任何台灣方面的總統 對於兩岸關係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一定要非常非常重視 那當然兩岸領導人界面 是一個等於一個關係的 到了一個頂尖 到了高峰了 所以我相信會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做這樣的安排 馬總統 馬錫會等於就是鋪了一條路 就看你要不要走 那當這個路的基礎是什麼 我想這一次大家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重要的政治基礎是九二共識 那我們所認識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那就是說你將來台灣的領導人 未來的領導人 願不願意接受這個政治的基礎 因為要見面不是你要見就見 要兩個人都同意才能見面 所以如果你不同意 那這個見面就有高度的困難了 所以馬總統說他搭了一個橋 但是要上橋還要遵守交通規則 那這個交通規則就是九二共識嗎 我想他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如果不願意講九二共識 那對岸的人不會願意跟你見面 那這個所謂的蔡其會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馬英九是等於現任總統 現任領導人跟大陸的領導人見面 有可能馬英九卸任以後 取代連戰變成兩岸溝通的重要的管道 馬總統他一再的強調 他在跟對岸見面的時候 他沒有個人的計算在裡面 不是為了自己 也不是為了一黨之師了 完全是為了維繫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然後讓兩岸關係可以繼續深化 同時為這個制度性的領導人見面 建立了一個模範出來 我覺得他的目的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最近海協會長 陳德銘到台灣來 這個七天六夜走訪八縣市 那當然第一天之後我們很 大家眼睛一亮 就是他跟這個言情標那邊的 還有29個里長 28 29個里長見面 座談 我們的海基會董事長在大陸 能夠跟大陸什麼街坊委員會 跟28個見面 他准我們這樣做嗎 我想我們 我這次譬如說我到廣州的時候 我的確本來也要去拜訪他們一個 類似街坊委員會 一個實驗性的民主社團 後來我沒有安排 是因為時間排不出來 倒不是他們有意見 我覺得他們的目標這次來就是 走基層 然後接近年輕人 我們是可以做的 不是不能做的 講到對等 好兄 你好 你好 歡迎歡迎 請坐 請坐 謝謝 謝謝 是 我們知道這是馬席會 那這個全世界都在矚目 那你發表文章中 什麼叫 三營的馬席會 是不是告訴我們 你認為三營是哪三 哪三方都贏 三營就是馬英九代表台灣 然後習近平代表大陸 還有整個國際社會 為什麼 像美日歐洲這樣子 那那個馬英九當然嘛 他是他是把這個現狀 等於是用行動來表示現狀是什麼 現狀表示兩岸可以溝通 兩岸可以談判 兩岸可以高層會面 已經高到頂導人這個層次了 他把這個現狀用行動來做定義 而不是現在很多人講現狀 完全沒有定義 他用行動來定義 這是一個對他一個很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成就 然後對他來說 當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資產 將來他八年以後 這是他回顧起來 這是他很重要的一個政治資產 做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那麼對習近平來說的話 他等於是昭告全天下 他這個九二共識是一個 是一個他的定海神針 那麼退無可退 退無可退 所以現在九二共識已經不只是 兩岸之間的一個政治符號 在全世界透過現在各國都在翻譯成的 什麼葡萄牙文 西班牙文全部都在 大家都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這是他很重要的一個 然後他展現他的對臺灣的一個特殊的 我覺得是理解跟同情心 他就是說他以這樣大的一個國家 他跟美國人英國人這個到到這個層級了 他跟臺灣他把放下這些頭銜 跟臺灣握手 然後把臺灣提升到國際社會的這個能見度 這這我相信這個對臺灣是可以可以感受的 然後用先生這個稱呼 領導人這樣的一個身份 所以他這方面對臺灣一種善意 我覺得這也是他藉這個來顯示 那國際社會看到兩岸能夠這樣安定 就很高興 國際社會以我的理解 現在現在因為臺灣的選舉 這個民主選舉 大家不願意干預 可是又很擔心選舉發生了什麼 最後的結果是不利於國際社會的安定 可是心裡面著急不敢講 那馬錫慧會會讓這個交集擔憂的心情 把它稍微安定一下 就兩邊這個安定到這樣的一個新的現狀安定 所以國際社會基本上 你看美國反應很正面 歐洲啦其他國家都很正面 所以我想馬錫慧是馬英九也贏 習近平也贏 國際社會也贏 是 那所以三贏 那當然也有人在看這個事 就是說為什麼習近平願意 有彈性 甚至讓步 比如說選新加坡 新加坡照理講是國際 那老公一直覺得是不要在國際談這個事 但是讓步到新加坡 他說那是第三弟 然後互相稱先生等等 那為什麼習近平要讓這個步 因為外面研判可能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蔡英文可能會當選 那所以有一種講法是借馬英九人頭 喊話給蔡英文聽 一種 那一種就是至少我建立一個新的底層碑 至少兩岸領導人見面 這已經是跨境一步了 那以後你要退呢 你怎麼退呢 而且蔡英文以後要建 馬英九替你開路 做了一個開路先鋒 搭了一個橋 以後你比較容易 否則的話蔡英文那個被罵死了 尤其民進黨一般把罵死他想建的話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南海 美日現在搞軍事同盟 拉越南 拉菲律賓 圍堵中共 美日看起來想拉臺灣 所以為什麼美國對蔡英文比以前好 我認為是想拉臺灣 為什麼安倍聽說跟蔡英文 或是跟馬 跟這個李登輝在日本 飯 旅館飯店吃飯不期而遇 那麼多飯店怎麼兩個在同樣一個飯店 所以被認為也是美日是想在軍事上 把臺灣拉進來 所以老共為了這個 也想把臺灣不要就是拉過去 至少不要靠到美日 是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南海的因素非常非常小 那個主要是你講的第一個原因 南海為什麼小呢 南海這個事情 南海這個問題 這個實際上跟早年的那個釣魚臺 兩三年釣魚臺差不多的 就是說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認為不會走到一個 衝突 軍事 真的 軍事衝突 兵龍相見的程度 因為第一 他不值得 那麼小的地方 第二的話 兩邊在那邊 誰也逃不了好 然後不值得為他來衝突 那基本上這些衝突吵架 都是會做給國內看的 美國那時候是因為他的一個國防部的官員 在國內講了一個話說 我們過去三年之內的都沒有到南海去展現 我們衝到那個十二海里之內 那這句話被他的在野黨抓住了 就是那你要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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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 用行動做給國看 所以他們就只好做這個動作 那大陸也是話講得很滿 所以可是基本上呢 就是應該是有劇本 而這劇本雖然沒有百分之百商量過 百分之七十商量過的 然後然後演這樣的一場戲 但是臺灣不一樣 臺灣這個臺灣有他自己 臺灣不是南海 南海這些島不會講話 臺灣有他自己內部的能量 會像火山一樣會一直爆發的 所以會牽動這整個美中關係 所以這個就要control一下 那麼我覺得你剛才提到的 習近平怕未來的選舉 怕這個民進黨上臺的話 其實會失控 所以他先把九二共識 這個所謂定海神針 把它紮得更深 更穩一點 透過國際 透過這樣的一個情形來紮 這樣子對蔡英文 蔡主席對民進黨會壓力更大將來 所以蔡主席在這方面做出批評 是對的 他知道 他已經感受到了這個壓力 框柱他有一點 他感受到這個框柱的壓力 可是框柱壓力也是這個 我必須說臺灣有很多人不了解 這個所謂的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是國民黨在講 共產黨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這個然後共產黨和國民黨 同時講的就是九二共識 可是九二共識跟一中各表 基本上的核心就是臺灣跟大陸 同屬一個中國 那麼這個說法 實際上國民黨把它簡化為一中各表 我在這邊我敢這樣說 全世界的國家都在一中各表 不是只有國民黨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都承認一中 現在全世界唯一不承認一中的 只有民進黨 只有民進黨 全世界為什麼說一中各表 所有國家都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但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點 所有國家用不同的名詞 我想史上華兄很瞭解 美國人是用認知 日本人是用理解跟尊重 加拿大是用注意到 所以大家都打一個折扣 每個國家都把中共的一中 打一個折扣 所以我常常講說 假如說中共是立場是一的話 民進黨立場是二 它兩個國家 那國民黨跟全世界 美國什麼的國家都是一點幾 不一定 1.2 1.3 1.5 5.9都有這樣子 所以現在民進黨變成唯一跟大陸 是不一樣的 那也跟全世界國家不一樣 所以將來蔡主席領導的民進黨 假如萬一執政的話 這二和一中間這個橋就沒有了 國民黨九二共識 就是這個橋 那這是馬錫慧 那剛剛也提到說定海神針定下來九二共識 那蔡英文如果不理呢 他假如不理的話 大陸 我覺得大陸到時候就要面對這個情況 那他就要做出一個做出決定 他會怎樣 這這我沒有辦法預測 這個預測是很困難的 相當困難的 這只有大陸 如果太兇了 譬如說你現在台灣二十幾個幫助 都給你搶過來 台灣人民會覺得你太過頭了 對不對 蔡英文當選 不是我們得罪你 或是說經濟不讓利了 服貿也沒有了 貨貿也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那他不是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嗎 但他如果說不做任何改變 那蔡英文說你看你什麼都不敢做 所以我 我 我在覺得 我在這篇文章裡面提到 這個習近平做跟馬錫慧 這個事情 馬錫慧這個事情是馬英九要的 所以是大陸 大陸的釋放三億 大陸放了 放了心腸 那他的動機呢 就是展現他 我這軟的一手 我軟的這一手 可以軟到這個程度 我等於是彎了腰 來跟你見面 然後地點我也讓了 名稱我也讓了 身份我也讓了 這個所有東西都讓了 我這個講話裡面 我連一個中國什麼反對態度 我都不講 他軟到這個程度 所以他是用這種最軟的方法出來 那這中間隱含的意思呢 就是萬一我將來 我軟到這個程度 你還不那個的話 軟的更軟硬的會不會更硬 對 就萬一我人之益盡了 你還這樣 你還這樣子 那就不要怪我了 我看到有一篇報導是聯合早報 說他出來之前 他也跟黨內的一些江澤民什麼這些大佬 也都打過招呼 所以這是他內部的一個 不是習近平是一個人 他是黨內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樣子軟到這個程度 那將來他的方向 假如說翻過來到另外一個方向去的話 那他黨內的人也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小心的 在臺灣我們必須要思考要走在前面 不過臺灣人不思考這問題 所以我擔心 我是在思考 我們必須要想到前面的一步兩步 要想下去 然後能預防就預防 都是這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 一定要 其實不只是這個議題 包括年金 包括很多國家的財政都一樣 這也不是光臺灣 全世界民族都是這樣 他一定要走到那個不見觀才不挑的 民族 希臘不是這樣子嗎 美國很多時候也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走到那個沒有辦法 他才會 那沒辦法 只要還有路 他都不會停的 一直走下去的 我是覺得一般問題可以這樣子 但涉及到國安的時候 我們身家新民族在這裡 我全部都在臺灣 我們必須要 國安問題 必須要想兩步 尤其是政府跟政黨 我覺得一般老百姓可以 你政府跟政黨 你的資訊比別人多 你負擔的責任更大 政府跟政黨 即使你是在業黨 你也有責任要比老百姓 想得更遠一點 好 那九二共識跟一中各表 馬英九以前講 一定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習近平以前他們還講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那這次馬英九在開門的時候 沒有講清楚 他只講一個中國原則 細節我等等再講 就被批評 所以你為什麼 要不然你就都不講 習近平前面沒講 你後面為什麼要講 那你講了你就乾脆講清楚 一中各表 那他們說這樣的話 老公會生氣 那如果老公連這個都生氣 那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怎麼存在 我們臺灣之所以接受九二共識 就是因為他有一中各表 否則的話 不是民進黨不接受 國民黨可能很多人 也不接受九二共識 一般老百姓也不接受 因為有九二共識 他們有一中各表 所以大家就 因為有各表 就接受一中 其實是這個意思嗎 那老公如果說我只談一中 不談各表 那臺灣不會接受的 那如果說因為馬英九提了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氣氛就搞壞了 老公就翻臉了 那這以後怎麼搞下去 以我的理解 我瞭解你的意思 我記得你在蘋果日報 也寫過這個東西 我在理解 一般的國際慣例 通常在會議剛開始的時候 都會雙方的領導人都會講的 比較圓一點 比較大一點 比較抽象一點 然後坑坑巴巴 那個有鈴有角的尖銳的東西 醜的話留在關門裡面講 因為你留在這個內部講的時候 萬一吵起來 萬一什麼東西 你還可以轉彎 你還可以轉彎 因為總是要give and take 那你可以在裡面give and take 不會當眾的give and take 然後到在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講的比較圓 圓融一點 可是真的像我們 稍微有經驗的人 都知道這個外面的和諧 不代表裡面的和諧 所以外面沒讓步 也不代表裡面沒讓步 或者外面不強硬 不代表裡面沒強硬 所以這個裡外是要區隔開來 這是國際的慣例 這是國際的慣例 好 那麼我們這個怎麼評論 這個馬錫慧 以及對未來臺灣的影響 我們續航再回來 歡迎回到TVS照康會客室現場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蘇啟教授 他是前廣告會秘書長 也是兩岸臺北論壇 臺北論壇的董事長 飛彈也是其中之一 這是馬錫慧的重頭戲之一 因為臺灣人都覺得 你飛彈對著我啦 一千五百顆好像沒有善意等等 所以馬英就也提了 習近平就說這不是針對臺灣 那當然臺灣很多人不滿意 第一個說你滿意 就當時應該講 那你既然不是臺灣 就把它撤掉或等等之類的 或是改變 或是福建 這些把它怎樣 你怎麼看 這飛彈這問題 後來國防部也講說 對我們的確有威脅等等 那有人就說 國防部是不是打臉馬等等 到底整個飛彈事情怎麼看 你在國安會 他飛彈現在一千 通常講一千四或者一千五 那個確實有針對臺灣 有針對美國這個 這個 日本的關島 對 琉球基地 這個關島比較遠 那個打到兩千公里之外 是有的 所以他是針對臺灣 針對日本的美軍基地 還有針對整個 整個美國救援的航空母艦 都有的 那麼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處理 將來還是要透過談判 還是要 兩邊要談 當年我在國安會的時候 美國還 還私底下跟我們講過 還有公開的給我們施壓 希望臺灣跟大陸談 軍事互信 那軍事互信的話 理論上要談起來的話 就可以談到這個飛彈 可是那時候 我們正要起步 準備要談那個ECFA 經濟合作的那個架構 架構協議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跟美國人講說 我們沒有辦法準備 美國為什麼我們談這個 因為美國很擔心 兩岸還是會有那個軍事衝突 而且那時候發生好幾起 美國的這個軍艦 在臺灣海峽 在這個東海 在南海 一出來之後 就被大陸的那個公務船 把他包圍 這種幾乎要衝撞 所以美國自己跟大陸 有海上的摩擦 他也很怕我們跟大陸有海上的摩擦 所以他希望在軍事 既然你們這個這個有有職行 既然海鮮 海基談判 然後他希望我們也能夠 在這方面做那個做做做解決 所以可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考慮到臺灣的老百姓 大部分人都不喜歡碰政治 而且經濟還沒有 經濟談了幾個協定出來 但是還沒有最大的那個ECFA 還沒有還沒有談 所以我們就跟美國人說 sorry 以後再說 所以這個東西將來 吹彈的問題還是要透過這個來解決 有一說是老共曾經有提出來 就是說我撤飛彈交換美國 不軍售臺灣 有這種事情 有 聽說是有 對 二零零三還零四 江澤民跟大陸談的時候 有聽說 江澤民跟美國 對對對 跟美國 美國沒同意 美國沒有同意 美國沒有同意 這個都沒有正式文件的 都是我們從很多各方面 聽起來 那大陸為什麼提 如果他提這個條件 那你今天要撤他還不撤 因為大陸知道 因為美國還在軍售 大陸知道這個飛彈 對臺灣心理上有威脅 所以他要解除這個威脅 那軍售的話呢 是他從法律意義上 還是政治意義上 象徵著美國跟臺灣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 美國斷掉軍售 斷掉軍售的話呢 好像臺灣變成一個真正的孤兒了 所以這個 心理上的 這個期待關係 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 軍售會斷掉 這中間有個很微妙的 將來這個問題 我看恐怕還是要 將來實際成熟 需要談判 我一直覺得兩岸 我們臺灣 臺灣老百姓很怕政治 實際上呢 你那是說政治談判 政治談判 只願意談潛水區的經濟 不願意談深水區的政治 我在報紙上寫過好幾篇文章 我說兩岸關係的出路 大概 兩岸關係出路 兩岸關係大概是三條路 歸納 不會超過這三條 一個就是鬥 一個就是合 一個就是拖 一個就是拖 那民進黨是要鬥 鬥到現在 我認為將來可能還是鬥 可能只是 只是怎麼文鬥 還是武鬥 然後國民黨早年是要 馬英九第一任是要合的 第二任那邊就拖了 那臺灣現在普遍是要拖 普遍是要拖 可是照我的觀察 拖到後面 臺灣是越來越沒有立場來談判 到底有利不利 我覺得這個是這樣 這個東西就是以拖待變 臺灣現在希望是以拖待變 變什麼呢 就是希望大陸改變 變得比較民族 比較對台灣威脅比較小 那之所以很多民眾希望以拖待變 原因是對政府官員不信任 說實話 因為國民黨跟共產黨談 從來沒談贏過 從大陸時代就談說 一路談談談談談到台灣來 所以我就想說你們這些人去談 因為共產黨每一個人 就是看起來一個在國際上 都談判高手對不對等等 你們去台灣會談書的 那既然談書還不如不談 拖嘛 所以大家對政府沒信心 所以這個核的這條路 假如不能鬥 然後拖下去的話 越拖對我們越不利 因為臺灣的經濟實力 跟大陸越來越差越遠 軍事根本不用說了 那核的前面這一步的話 就是臺灣內部要有個共識 這我以前講過三步驟 第一個就是黨裡面要有共識 第二個是臺灣內部要有共識 然後才是兩岸的共識 那現在以我的理解 國民黨內部共識比較高 民進黨一直都是 民進黨內部沒有共識 所以民進黨內部沒有共識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 也坐不下來談 將來講國民黨跟共產民進黨 能夠坐下來談出一個 臺灣的共識的話 就可以跟大陸談這個問題 可是現在我看 現在國民黨內部 我認為 我以我的理解還比較好 國民黨內部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恩怨很多 個人恩怨很多 但政策大致上還是一致的 可是民進黨內部又有個人恩怨 又有政策差異 他們的那個 他們那個裡面內部的基金派跟溫和派 他們的差異非常非常大 所以民進黨最後解決辦法就是我們內部不談 然後我們就以對外來團結我們內部黨的力量 這是民進黨現在的做法 可是對外衝就傷害了 我認為傷害了臺灣的這個內部的和諧 也傷害了跟大陸的關係 所以你認為說在現在臺灣至少大陸還願意談 以新加坡來看習近平也算是姿態夠低啦 願意在新加坡 願意稱先生 互稱先生等等 那臺灣這時候可能還可以有一談的條件 對 對 如果你再拖下去 也許連條件都沒有 很多很多人不知道 我算過了 這是經濟 經濟數字 根據我們這邊統計 跟大陸統計 臺灣現在的GDP 已經落後大陸的五個省了 從廣東 江蘇 山東 浙江 河南 然後第六個是河北 在後面的五個 河北 遼寧 湖南 湖北 這幾個加起來 我的估計在下一任總統 四年任內還沒做完的話 臺灣可能已經輸給大陸的十個省 第十一 第十一名是誰 第十一名是福建 所以那個第一任總統沒做完的話 可能臺灣的GDP跟福建差不多了 那時候我們的尊嚴到哪去 擺哪裡 所以我覺得臺灣的 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 大陸現在經濟在往下走 我們也在往下走 所以這個他還有六點 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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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差別 這樣子你算滿 每年這樣子沉下去 這今年好了 他至少保計 我們保一嘛 這東西差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拖下去 只會對我們更糟 不會更好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那怎麼辦 可是我們內部鬥成這個樣子 怎麼談 這個就沒有辦法 現在現在國民黨內部自己在鬥 他們現在覺得你們很自由開放 沒錯 但是你們都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臺灣的model 作為一個model來說 以我的理解 吸引力越來越低了 好 那麼民進黨認為 馬錫慧讓兩岸線的一宗框架 特別剛剛講的 好像把蔡英文框束 他是很忌 他第一時間反應就是忌 罵馬英九 第二時間說 我也可以蔡錫慧 如果三個條件 那這兩天又說 這是假設性問題 所以他顯然態度有改變 那框得住嗎 真的你覺得這個一宗框 通常第一個反應是直覺的反應 也通常是 大概是比較真正的反應 後面的話就是 可能是戰術性的反應了 那我覺得還是框得住 還是框得住 因為他在國際上造成一個效果 這個是我現在不是兩岸在講 我現在整個國際上在講 那假定說他內部的話 表示說他的江澤民 什麼這些大佬 其他人都背書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壓力是存在的 將來民進黨恐怕必須要面臨這個問題 你覺得這次馬錫慧對選舉 是加分還要解決 而且馬英九去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選舉 還是不考慮 這只要問 這只有問他本人了 那我自己的思考 通常我這幾年 我都跟選舉沒關 我是希望給臺灣找一條活路 找一條活路 那我覺得這個是活路的一個方向 所以因為臺灣假如跟大陸 這個馬英九現在是把他這個對話談判到最高層 將來假定說民進黨的時候不要九二共識 然後又沒有一個新的橋樑的話 臺灣就跟大陸橋樑就斷掉了 那個時候斷掉臺灣變成真正的孤兒 為什麼真正的孤兒呢 你現在看整個東亞來說 你從日本南韓什麼一直一直過來到 甚至於到澳洲 甚至於菲律賓 一直澳洲越南 甚至到印度好了 所有的國家都是安全靠美國經濟靠大陸 所有的國家 國家都是又跟美國談判 又跟大陸談判 臺灣假如說跟大陸這個橋切斷的話 臺灣變成唯一的只跟美國談判 沒有跟大陸談判 會怎麼樣 就是變成完全孤立了 你跟大陸談判的時候 你跟他沒有 那他就可以背個你所有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看 不要說是雙邊FTA 什麼多邊RCEPTPP 我看 我看這個萬一 萬一這個大陸要把我們中南美的邦交國 全部全部拿走的話 他下一任總統想要過進美國 都沒有辦法過了 沒有理由過了 因為你沒有地方去了 那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蔡英文當選 馬英九有沒有可能取代連戰 變成兩岸之間的橋梁 這個我不知道 這要看很多情勢的發展 因為他至少 馬英九的角色 他自己講是國家機密 我也不知道 因為從某個角度來看 重要了 因為他至少跟習近平也見過面 不是只有連戰見 習近平也見過了 而且他做過總統等等 所以如果民進黨又 當然如果政府跟政府能夠談 一定是以那個為主 那如果那個不行的話 馬英九可能也會辦一個重要角色 他經過馬熙會之後 他的整個政治的分量當然更重了 在國際上也好 在兩岸之間當然更重了 那以後怎麼演變 那就要看情況的變化了 你看朱立倫到美國 之後會有什麼成果 應該不錯吧 因為他這個現在順風了 現在順風了 現在我想美國人也會很期待他來 他的訊息 九二共識是美國歡迎的 規格會比蔡英文高嗎 高不至於吧 絕對不會低啦 絕對不會低 我相信不會低 請坐 我們知道這次馬英九總統 到新加坡馬熙會 你也隨行 那外界一直都認為 你是他的兩岸關係的一個智囊 那到底這個事情 事先他跟你們討論過多少次 我想這個 就馬熙會本身 實際上在2008年以後 有關兩岸領導人的會晤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智庫研究一個課題 那麼當然在過程當中 你也曉得在上次APEC會 本來在大陸舉行 那麼本來我們認為是很適合的 無論是身份 稱呼 地點 我覺得都是場合都是蠻好的 可是大陸方面 因為是個國際場合 我想這個應該是習主席 他一個拍板定調 其實不可以了 那麼所以這個就沒有成局 那麼這個之後 馬總統他也提出來就是說 只要對兩岸和平發展有利 對臺灣人民有利 那麼以臺灣為主體 他一代強調的 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跟對岸的領導人的會晤 他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是他也不強求 所以在這樣一個指示之下 我們當然還是繼續研究 還有他的可信性 包括機器人在哪兒 稱呼 地點 是不斷地在研究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後來當府裡面方面 國安會方面告訴我們說 好像這個對方方面 有一個比較積極善意的回應 那麼在這樣一個訊息以後 那麼我們就各種方案 我們就進行了研究 那當然包括所謂的稱呼 身份地點 第三地 哪些地方 那麼尤其是司機 那麼都做一個研究 那麼要談些什麼 當然也就也在研究 那麼因此在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我在這裡可以說 就是說這次馬熙會所發生的一些狀況 可以說 我可以這樣講 是在我們全面的掌握之中 全面掌握之中 當然我最近也聽 也看到您主持的節目裡面 也談了很多了 那麼各方面媒體 社會一般的報導 也提出一些批評 坦白地講 這些批評 都是我們 基本上我們預期的 只是說批評的強度有多大 那麼它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有很多地方 當然是 可能有一些漏失 可是你曉得這個整個的這個談判 你不管從這個理論上來講 他一定經過三個這個階段 或者三個這個過程 第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一般所謂Fact Judgment 你要把整個情勢做研判 第二個就是說Value Judgment 你要考慮到你又暫定目標是什麼 你要用什麼手段 那麼第三個當然你要考慮到Consequence Judgment 那後果可能會怎麼樣 這個通通經過一番盛事數量安排 那我們另一個來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他要到新加坡馬熙會的 這個我個人來講 我想這個整個作業應該是陸委會 那麼我個人瞭解這個事情應該是 我想詳細也記不記得 應該是在一兩個禮拜 應該是一兩個禮拜之前 所以整個過程其實都很短就是 很短 因為他必須要嚴守這個機密 因為這個你想 那陸委會多久以前知道 這個我就不曉得 陸委會他們 因為這個真正在作業 因為我們畢竟是個智庫嘛 那麼我們只能提供一個訊息 提供一些判斷 那麼提供一些我們對於這個 我為什麼請到這個問題 因為民進黨一直講說黑箱 黑箱就是你為什麼三天以前告訴我們 所以我都想知道說 你到底是怎麼知道的 到底整個作業時間有多長 這個問題 所謂黑箱 我是最冤枉馬總統 我想您跟他很熟 他一旦強 他一直強調要透明化 我坦白講 作為一個長期跟大陸交往 或者是從事對外這個 涉外這個一個研究 或者是從事這個談判的人 我基本上我是認為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必然不可避免的 他是有黑箱 只是要談判的結果 你必須要讓國人瞭解 究竟是對國家有利或者不利 所以我們的秘密外交 跟外交秘密 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樣 我們這次 讓我最白桿交集的事情 我在報章還寫 逼的 你會把那個談判的過程 甚至他們兩個秘密談判 都要公布 我覺得這是個大笑話 你這樣搞下去 還好他沒有要求 我們把對方的也公布 你下次你還怎麼談法 要不要下次要求 你把對方公布了 就是啊 所以這個台灣這個 我也不願意多說了 但沒辦法 因為這個我們這個社會 你也曉得就是說 具有台灣特色的民主政治 不 情況就是這樣 就怎麼回事 那好 那請教 就是說你日前曾經揭秘 說有兩套版本 甚至有多套版本 然後就看敵凶我凶 敵溫和我溫和 其實這個意思嘛 所以敵就是對方了 對方如果說很兇 說提出反對台獨 一個中國 兩岸投屬一中 我們就要提什麼一中各表 或等等 對方如果沒提 我們就客氣一點 氣氛不要搞壞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對方沒有提 他就習近平至少看起來是酸溫和 而且講的是比較大的東西 對 打斷骨頭連著筋 這是比較大圓的東西 那在這種情況下 馬英九總統為什麼要去提 一個中國的原則什麼 而內容我等一等再講 這個就留下被人批評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他既然沒提 我也不提嘛 那我到裡面去講去講 我怎麼講一半呢 為什麼這樣 我想今天講這一點就夠了 對我來講 我想這個再事先 當然我剛剛已經特別強調 就兩邊這個對岸 都已經做好準備 那這個場景基本上有三個嘛 第一個場景當然是 雙方共同面對五分鐘嘛 記者 第二個他們就關門了 七個 七個對七個 第三個各自再來 這個記者會嘛 所以最重要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是兩岸 你曉得是第一次領導人會晤 非常敏感 全世界都在注意 而且不要忘了是在新加坡 那麼他剛剛 習剛剛在新加坡接受 這國次訪問 特別他們代表他們還在那兒 那麼在這個場合之下 當然原來我們雙方面要在談的內容 其實一定會讓對方知道 他們也讓這個我們方面來知道 那麼我們當然就有很多了 我就不再重複了 總統後來就叫五項主張 那麼後來在交換這個 這個要談的時候 對方特別強的你說 可不可以啊 因為第一次見面了 不要用太刺 太刺耳的話 和諧 然後第二 玩家還吃飯呢 還有第三個 所以是不是和諧 吃飯要喝酒 那我們當然就是 我想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有準備的方案 因為第一個嘛 所以在前面那個部分呢 一定會重點就是九二共識 那麼原來的這個九二共識 一定是陳述嘛 這個總統後來講那個 就是原來準備的 七二十一月來什麼 一個中國原則 那對方我們想像 他也一定這個樣子 那所謂和諧呢 所謂不要刺耳呢 我們一定問對方 什麼是不刺耳的 那麼舉例來講 特別講你講 中華民國憲法 他們預期是個樣子 我想他們有案子 甚至於會講中華民國總統 這個我想對方的判斷是正確的 我們這個馬總統 他特別行銜強調 他利用這個機會 一定要講個表 不講個表他回不來 一定要講個表 而且他不但講個表 這點導致我 他也要堅持 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 我說你這個東西 在那邊講中華民國憲法 在國際舞台上 那我們預期呢 因為習過去談到九二共識的時候 他一定下面一個字 就反對台獨 而且習一向 我們研究他過去會談 兩岸同屬一中 他最喜歡講的 還有他當然也會講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 一定會講 搞不好他會講 一國兩制和平同一 他不是沒講過 那麼他問我們說 什麼刺耳的話 我們先問他了 什麼刺耳的話 他說譬如說中華民國總統 我說好 那如果要大家和諧簡單 那你最好也不要提這個 兩岸同屬一中 甚至於反對台獨 你強人所難 對不對 我們連反對台獨都不敢講 我說兩黨 國民黨跟這個共產黨 兩黨可以 但是馬英九 作為中華民國總統 我們是不讀 不同不讀 不讀 但沒有說反讀 而且我們 要主張他有權的權利 可以啦 你也可以主張 這個一國兩制 在我們這裡都合法 但是你不能搞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違背憲法的 所以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 我們現在在選舉 不要搞成我們 可不可以變成統獨了 對方說好 我還是不太相信 憑兩個人已經講 這個 我說這樣子 他說特別強調 我們你要 我們有高度的政治呼吸 你放心 絕對讓你們 我們習講的話 絕對讓你們聽了 不會有刺耳的感覺 那我們當然要保證 好 就來了 你看習的談話 連一個中國都沒有 這很出我意料的 我以為會不會出現反台獨 不會出現兩岸同屬於中國 但是你要講九二共識 一定是一個中國 就是馬總統講的 我們總統呢 他就我們原來給他準備的 當時一個中國 這個底下就是一九七二年 兩岸同屬 後來他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有點緊張 因為他後面可能再來一個 這個各自表述出來了 因為我們全面講 人家講說不要談這個東西 各自表述 還好他沒講 但他把一個中國原則講出來 這個稿子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預期他的稿子也是這樣的 一個中國原則 九二共識嘛 有不同的這個函數 結果他九二共識 這個一個中國沒講 我們總統老老實實 他一聽沒講 他就不要講 不不不不 這個原來準備稿 是有這個東西 我懂了臨場要反映 不 他臨場反映非常好 這點我問他什麼 他後面忽然想到 他說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你想想看 我們準備幕僚準備稿子 在兩岸領導人會面 我怎麼會出現這一句 這個問題等會再講 沒有這個東西 文章沒有這個字 沒有這個字 你會準備這個字嗎 所以他一下看了 我覺得這點他反映好 讓我們收回去 我不解的就是說 你就算講 各自表述 老共有什麼好生氣的 我們馬英九在台灣 一向講的九二共識 一中歌表嘛 那你老共會這個翻臉嗎 不可能吧 這對馬英九多重要 你看他回來被批評 就為這個東西嘛 他為什麼不能講呢 我現在來問商兄一句話 你喜歡聽各自表述 我們交換條件 你講各自表述 我告訴你 我講反對台獨 我講一個中國 這是我常講的 兩岸同處一中 一國兩制 這是我的政策 你要不要 我們來換 我不管你講什麼 我該講一定要表達清楚 你講共產黨 你反那一套 你就講那一套嘛 但是我突然變成一個中國原則 後面沒有講各自表述 所以今天被批評 其實很關鍵在這個地方 我正在跟商業報告 就是理論是一回事 你明星 尤其是在選舉 那是另外一回事 沒有 如果 因為他很簡短 你看習是四分多鐘 我們講六分多鐘 如果 我想如果 如果到前面都是句點 句點句點 就是共識 後面沒有按照一九七二 一九九二年來十一月來 一切OK 是不是一切OK 即使沒有講這個各自表述 這是我們當初 雙方面的一個相互的一個承諾 就是說你不要講赤爾話 我們也不要 等會兒 隨便你講嘛 你等會兒在這個各自表 這沒錯 所以我的意思是 習既然沒提一個中國 你當場七個人的 不只有馬鈴就一個人了 沒提 馬鈴就不需要提那個 一個中國原則 就整個都到閉門會去講 就沒事 結果他就講了一半 不 他老老實實 因為我們以為 對方也是 對方也是要講一個中國原則 他沒講嘛 他在前面講啊 你前面聽到他沒講 所以我才說 我才這樣講 對方釋出了相當的戰意 這我相信 我看得出來是這樣 既然對方釋出了戰意 你就看那個情況 立刻就不要講這段話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講這話 後面都沒這個問題了 結果你還講了 而且 你在後面 你不是你在前面 你還怕對方不知道會怎麼樣 你在後面 你希望他總統辯論 也辯論好幾次啊 你前面講什麼 後面講什麼 前面講什麼 不過少安先生我現在問你一下 講一個中國原則有錯嗎 沒有錯 我後面我還是會解釋 對 後面是關起門來嘛 不是說 還有各自的記者會啊 記者會不是 但是因為你在最前的時候 是全世界媒體 最重是你這前面十分鐘 那是最最重 重之重嘛 重重之重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就 至少應該把這個講出來 要不然就都不講 不講也沒事情 就是不講就算了嘛 所以我覺得 整個你問我馬西歐 我還是肯定是好的啦 因為兩岸領導人六十年沒見 當然是一件好事嘛 對台灣很重要 對兩岸很重要 甚至對不管將來 誰當總統都很重要 蔡英文現在罵歸罵 那對他怎麼不好呢 對不對 如果馬英九沒見 萬一以後 如果他當選見 他壓力很大吧 我想喔 我想馬總統 我想你也瞭解 他老是喜歡拿這個文件 拿歷史 他想要跟習近平表達 他我這個九二公主 是有所表的 對 他就是個意思 有所表的 就恨不得講 所以我同意你的話 如果到前面來 後面都不講 兩個都不講一個鐘頭 可是稿子裡面是有 所以你這個不能怪他 要怪我們幕僚的 我們給他這個稿子 但他臨場應變不錯 後面忽然發現不對 等會我會講 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問的是 趙淳山教授董事長 我們休息一下早回來 我是少康 歡迎你回到少康會客室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是趙淳山教授 他也是亞太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 是很重要的 臺灣的關於兩岸研究 長期來研究的是學者 那民進黨在內政委會通過 也不是民進黨 就是內政委員會 因為國民黨去四個 人家民進黨跟臺連有五個 主席還是段宜康 所以就通過譴責蠻有 就是說他這個說什麼反對黨 因為反對飛彈等等等等 反對黨說 不是只有我們反對 其實從邏輯來講的也沒錯 因為反對黨也在全民黨 就算全民反對 你反對黨也是全民中間 一部分吧 從你的倫理學 從邏輯的並沒有錯 可是民進黨很生氣 為什麼講我 是要譴責蠻久 你怎麼看 他 你說談飛彈那陣子 我坦白講 要是我是馬總統 我不變不老實 我秘密 我這個觀景門來談話 我不要講說這個東西 我講說我們 我們社交兩岸 中共對我軍事威脅的問題 OK了 因為他現在為什麼講說 中共飛彈對著我們 然後這個他講 中共講飛彈不是對著我們 他是造實的 因為你現在說 我們 他到底飛彈是不是對著我們 你得了解 現在不要談我的了解 現在馬總統 他是老老實講 他沒有評論 他講什麼東西沒有評論 你想想看 我相信 不是光是 中共對台軍事威脅 不是光是飛彈 如果你直接講的話 譬如說反對國家法 網軍演習 網軍都可以談 他提到這一點 他造實說他講這個 但他沒有講說 在會上 我對這個發表什麼東西 他沒有把這個後面講出來 好 那麼現在外界就說 針對飛彈你替大陸講幹嘛 飛彈沒對著我們 可是他事實 習近平在裡面 事實講這個話 我說他講這個話 對不對 那他應該在講 我認為他這個是不對的等等 他沒有講這些東西 不過我覺得這也沒關係 因為他就是一個初次的見面 但是回來有動作 我覺得你們這些自然 要給他建議 回來國防部立刻要講 你習近平說 對台灣不是針對台灣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哪些福建的 浙江的 這個可能我們認為對台灣 趕快移走 就是就是表示 我只是兩岸領導人會面 那是一個開頭 接下來他們幕僚 接下來國防部陸委會 應該有動作做才對 對 這就好了 所以我才說 我才說 這個兩岸領導人會 因為我在任何國際場合裡面 他基本上 他是個象徵的意義 我們現在驗證 馬總統這是成就 除了我們講象徵的意義 如果是實質的部分 就是說他們講的東西 你會後有沒有一點一點的去做 這才是重要 有沒有放浪 有沒有接著 比如說講飛彈這個威脅 我非常同意沙江兄你講的 比如說相關部門事務部門 我們就說好你要怎麼樣表示 你對我們是沒有軍事威脅的等等 就像你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我想這是事後的東西 那你要在那個會上面 一個國家領導人 你要在裡面講那麼細 說你這個東西回來 我要怎麼樣你要怎麼樣 網軍怎麼樣 有拿那麼多時間 所以只提到一個大的一個方向 會後一定要有這種 比如說熱線 趕快就建立出來 看怎麼樣對不對 還有什麼兩岸辦事機構 還有比如說雙方網 這個這個路科中轉 這個都是會後 會後這個行政部門做的事情 那麼在領導人做 就是一個大畫質的一個東西 你整個看支持會談 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成就 第一點就是說 就馬總統個人來講 因為過去這幾年 已經被罵得臭頭了 你也曉得 民調這麼低 但是有一點 他兩岸政策 他要確定兩岸政策 他這個做是做對的事情 他過去做對的事情 不但希望國際社會給予肯定 對岸對他做的事情 也要給予肯定 而且更重要的 臺灣內部要給予肯定 當然我認為這個期待 是不切實際的 臺灣內部 這不可能給他肯定 不一定不一定 很難啦 TBS昨天做了民調 我看你的民調 肯定有三十八趴嘛 他的民調支出只有十八趴 對 換句話說 就算是不肯定他的表現的 也有多出二十趴是支持他 所以我覺得他算不錯啦 對 那是TBS民調 你看看別的民調 別的也差不多 正反差不多啦 就是大概四十趴贊成 四十趴反對 不過我覺得已經不錯了 您還有怎樣 對 我覺得這是肯定過去 那麼指出 最為他國家領導人 因為他你也曉得 他昨天和尚 他絕對不會當波押嘛 所以他也希望為未來 指出出未來這個方向 我當一個總統 我還兩個多月會下來 就夠了 他還有好幾個 他還有八個月 七個多月啊 到明年五月啊 這到五月 有可能二次馬戲會嗎 我覺得這種 你看辦這樣子馬戲會 就引起這麼大的問題 不過搞不好一支一回生 二回熟 不不不 你這個一月份 還有兩個月選舉了 選舉完 你看現在還有五個月 你看起來還有五個月 我看了很多這個評論裡面 就是你這個已經這麼波押 又是民調這麼低 你怎麼能夠做這種事情 那個不管他了 對不對 歐巴馬 歐巴馬其中選舉也跛腳了 這就是我講的 歐巴馬 古巴還建交了 幾十年都不建交 他做就做了 所以我昨天跟國政量 這個我們國教授 他剛剛也在這裡 我前天我在一個場合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們期待是一個波押 期待一個總統 到了後面幾個月裡面 就請常下 什麼事都不要幹 那將來我們總統的任期 四年也會改為三年多 三年半 後面半年什麼事別幹 對不對 我們這個 他批評一定會批評 這個民主政治也常態 美國歐巴馬也被批評 所以我 你該做的事還是做 可能性不大啦 我認為可能性不大 二次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因為政治很多事情 都很難講 但這件事情 我認為可能性不大 那你認為這次 我認為北京算是讓步 很有彈性 第一個到新加坡去 通常北京認為 這個不要到國際去嘛 但是新加坡 雖然他說新加坡第三地 他還是個國際 新加坡是個獨立國家 怎麼不是國際呢 第二個 彼此用先生 對 馬英九不當主席 當主席比較容易 你叫總主席 我叫主席 不當主席 兩個用先生 我認為習近平算是有彈性的 對 那這個有沒有隱含著說 台灣 就是台灣跟大陸 主權互不否認 這個治權 就主權互不承認 治權互不否認 有沒有像馬英九常常講 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隱藏這樣的意義 就是他至少承認你的嘛 我覺得當然是有了 你從這個 你過去這些年來 你從兩會主管事務部門 像這個夏立元跟張志軍 過去王毅齊的 你就都互稱頭銜嘛 當然你要他嘴巴上講 因為中國人那個智慧 有時候你做了 也不像你一定要大啦啦的講 你大啦啦講 有時候做不了 我想當然有這個意思 我我我我同意你剛剛的看法 那這次大家看習近平 你剛剛講 在會前面講的四分多鐘 很很溫和 張志軍會後記者會 他就說他很兇 所以有沒有可能兩個半黑白臉 就是習近平是白臉 很溫和 這個骨頭打斷連著筋 兩岸血濃雨水等等 到了張志軍 這個不可以 那個不可以 你怎麼怎麼看 我同意你的看法 因為他是個 他是個諮詢部門嘛 照理講 現在很多人就批評 就是又不對等 第二個回合是張志軍 這邊是我們總統 那你能夠想像 這個如果說是有夏立言的話 記者又不滿意 也不滿意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民主社會 我看你昨天也在講 民主社會 總統他希望面對全民 我也有一個美國朋友跟我講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對不對 他希望能夠老老實實 跟這個媒體 你看人家問三個問題 四個問題 他一定要容有七個問題 你可以看出來 兩個不同的政治體制 因為體制不同 所以張志軍很兇 但你不覺得馬總統 該講的話也都講了 中華民國 我在現場 也是很多地方 你這個在那個秘密會 或者在前面那個部分 也許你沒聽到的話 他都講了 講得清清楚楚 蔡英文如果沒人當選 怎麼樣會有蔡習慧嗎 這個我真的不曉得 但有一點 我常常跟民進黨的朋友講 因為我們這個智庫 基本上是超黨派的 過去在別人這種時代 我們要我們幫忙 我們一樣幫忙 這個 但是如果 這件事情 我常常講 習這個事情 你要好好去思考 他的這個無限的想像空間 你說你還有兩個多月你就下來 那麼他現在要給你做一球 某種程度是要釋放一些訊息 給嚇人 這種 所以你要不要把你現在 批評很過癮 但你所有將來的空間 你把他縮小了 你現在不斷的消耗你緣 將來你可能會擁有這個制裁 這個要好好去想想 攻擊是很過癮的 好 今天非常謝謝趙春生教授 我們有一首第一首 我是邵康 歡迎你來到TVBS邵康會客室 我們今天要專訪特別來賓 事前外交部長陳建仁 陳建仁來歡迎 謝謝你來 謝謝 請坐請坐 我想這個外交兩岸 這個關係很密切 那馬英九跟習近平 六十六年來第一次兩岸的領導人會面 你怎麼評價 你看基本上 我覺得這是個大事 是世界大事 有歷史心 但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大家的看法不一樣 我個人的看法是 基本上這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我說正面的發展 因為這是六十六年來首次 兩岸以前是兵容相見 現在能夠到這個平和的這種局面 我們不能說它是非常難得 而能夠提升到雙方領導人 很難得 因為有這樣一個聚會 使得我們多年來所希望的 也就是對岸 接受不否認 今天變成承認我們是一個政治實體 是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 這是不容易的事 而因為這次的見面 使得兩岸之間最高層 也有一個架構 可以辟齒交往 當然實際上談話的內容 又是另外一回事 除此之外我覺得這次 馬總統馬英九 能夠把一些我們關心的問題提出來 當然這方面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事 而最後我覺得在國際間 臺灣中華民國的這種人見度 從來沒有這麼高 所以基本上講 我想這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說 這次也凸顯了兩岸的差距 不管是看法啊實力啊 甚至記者招待會啊等等的 另外一方面也凸顯了我們國內的問題 國內事實上是蠻兩極化的 我想很多民意調查顯示出來 是兩極化的 不過整體來說 我覺得還是一個正面 當然它的後續效應 我們現在延遲過著要看 你覺得後續會怎樣 譬如說我舉來講外交好了 因為你是職業外交家一路 然後最後駐美副代表 駐美代表外交部長 你也做過這個立法委員 那以前譬如說我們和賊不兩立嘛 賊利和不利 和賊不利 那邊就跑 彼此也不相往來 彼此都是個怒目而視 那從那個時候 逐步演變成到今天 馬英九跟習近平可以見面 以後對外交會有什麼影響嗎 在比如說兩岸的人 在國際場合 很明顯的一個就是 以往雙方啊 你爭我奪 從國際組織打到雙邊關係 國際組織不用講了 重要的國際組織 我們他們都被迫退出來 雙邊關係我們已經少到 只有二十三 二十二個國家 假如在過去幾年裡面 兩岸關係沒有平穩下來 我懷疑我們現在 可能有邦交國家 只到十幾個 甚至於更少 所以將來後續在這一方面 我想不管誰主政 必須要考量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政府要關切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是當然民進黨的批評 就是說黑箱了 從服貿 貨貿什麼 一直都是黑箱 那從你在外交上的這個經驗 到底比如說他們安排馬上 什麼叫黑箱 什麼叫不黑箱 就是說能夠讓外界 所謂透明到什麼地步 其實有時以來 尤其是過去幾十年 很多例子 我們拿國際檢來講 我們比較瞭解 比較記得的 有很多這個重要敏感的問題 民主國家依附如此這樣做 像一九七一年 尼克森在七月十五號 突然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宣布基辛基已經到大陸去過了 是 見過周恩來了 他自己 裝肚子痛去 他自己第二年就要去了 這個他是在當天 才通知重要的國會議員 我們那個時候有邦交 我們沈大使是二十分鐘之前 才知道 蘇聯 那時候還有蘇聯的大使 一副如此 在就是一九七八年 卡特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十二月十五號 也是突然的 我們的 宣布過斷交 我們的蔣經國總統是半夜三更 被安科治美國大使 摇起來 那個他們也是在當天 才把重要的國會議員 找到白宮 關在那兒告訴他們有這回事 我想不光是其他國家 像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 碰到重要敏感的事情 這樣處理 我們國內也有例子 我記得一九九年 那個時候我是行政院新聞局局長 也算中華民國政府的發言人 七月九號 我陪到這個德國之音的記者 到總統府去訪問李登輝總統 事先我們準備的問答 都沒有退下來 我就知道可能有變化 但是不知道變化到 第一個問題 李總統就談到 國與國的關係 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兩國論出來了 這是兩國論 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我作為發言人事先毫無所知 只有少數人知道 包括我們現在民進黨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 蔡英文在內 另外我做駐美代表的時候 是2002年 我記得很清楚 8月3號 那時候我到芝加哥 對這個客家同鄉會 做一個演講 完了之後 在車子上 回旅館的時候 就接到電話 總統府的電話 告訴我 不得了 我說什麼事 他說 陳水扁總統 在跟 在東京舉辦的四臺會 做視訊聯繫的時候 講了台灣海峽一邊一國 而且我要走自己的路 像這麼中大的問題 他們為什麼急得要打電話給我 要我馬上跟美方聯繫 千萬不要讓美方 事後才知道 到時候他跟兩國論一樣 他的反應會非常的強烈 當然我也不是說 秘密做都是壞事了 我們看看我們中華民國 以前這個戒嚴命的取消 我記得那個時候 有很多高層官員 還在解釋 為什麼需要維持戒嚴命 我們只有一趴 講習話都沒有 就趴一下 戒嚴命取消了 這個也是敏感性的重大問題 很匆忙的 這個外界不知道了 事實上不是那麼匆忙 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另外李登輝做總統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 有很多高級官員還在講 為什麼總統要間接民選 後來突然一改 直接民選 所以重大而敏感的 而這些職權是屬於總統 或者行政方面的 那他有這個權力來做 他不違法 當然做得好壞 要讓大家來公平 這一次馬英九他做了這樣一個安排 我覺得是引起一些爭議 是的 但我們看整個全球的反應來講 一般來講還算正面多 負面少 現在美國我朋友講說新聞做蠻大的 大家對這個議題賦予蠻大的一個關切的 這是因為現在美國環顧全球 中國是他最大的一個可能的對手 不管是經濟也好 軍事也好 其他各方面也好 所以美國才有再平衡 以前他是聯中治俄 現在是聯中招來自中 再回來 所以對他們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 牽涉到他們重大國家利益 所以大家自然非常的關注 是 這點請教 就我在看 不管是在科技 經濟 軍事 其實中國大陸跟美國差很遠 美國實在是很強大的 獨霸全球 特別是蘇聯沒有了 或是下去以後 不像俄羅斯 美國為什麼把大陸當成是這麼重要的 而且這麼潛在的敵人 第一 中國不可會員 他的實力是蒸蒸日上速度相當快 相當驚人 我記得小布鬚做總統的時候 有一次到上海 他去跟他們總領事館的演講 他講了 他說我以前我父親做聯絡辦事主任的時候 我來過 現在每隔幾年我來了之後 看到大陸的發展 我說mine boggling 他就嚇壞人了 的確 對很多美國人來講 突然有這樣一個大的國家興起 對他來講 現在或許不立即造成威脅 但是有未來潛在的威脅 美國人很習慣對這種假想敵的這種觀念 他所以對於中國的問題特別關注 早年我們在駐美大使館的時候 兩者之間沒有往來 爆上燈 大陸有一個運動員到美國 就變個大消息 現在不得了 所以變化很大 所以老美 不過他用大國 誰出頭可能設法 再沒有出頭 就把你打下去 免得將來你變成一個對手 事實上這也是這個 美國研究國際關係他們常常談的 從威越納會議以後 就是所謂權力均衡 基辛基最喜歡談這個 現在所有他們國務院的人也好 白宮的這個國家安全會議的人也好 學者也好 智庫也好 都很喜歡用這樣一個觀念來談 事實上也不錯 因為我們搞外交 搞一輩子交外交 國際關係最主要就是兩個因素 一個是利益 一個是權利 怎麼樣善用自己的權利 來維護 不促進自己的利益 大小國家都一樣 那最近有講說 為什麼習近平這次願意見馬英九 而且在新加坡 你雖然講他是第三地 他其實是第三國 當然第三地也包括第三國 那另外就是彼此以先生來互承 就是已經算是很讓步了 或是很有彈性了 他們說當然除了說擔心蔡英文 可能明年一月十六 單選總統兩岸會發生變化 另外一個就是南海問題 剛剛建元兄講的 美國拉著日本 南韓 菲律賓 越南要包圍中國大陸 這最近神盾級的這個戰艦 還這樣就給你穿過 國防部長也講硬話 所以他們現在看起來顯然 是美國跟日本 由於想把臺灣拉過來 甚至某種軍事同盟 當然他不是真的軍事同盟 但是某種 包括日本修改這個安保 他的那個安保法的 那是不是因此習近平也擔心說 臺灣會不會被美國拉過去 所以也想再平衡一下 也平衡一下 這有沒有觀點 我想習近平是願意跟馬英九見面 當然因素不只一端 這顯然是中間一個 此外我們國內蔡英文民進黨 可能在明年執政 而以他們的背景和他們的立場來講 習近平也很擔心 當然習近平還有他內政上 各方面的考量 您剛剛提的 的確是蠻重要的一個因素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一次大家沒有談南海 而且事先 不管是臺北也好 北京也好 都告訴了華盛頓 說我們這次要見面 我們大概談什麼東西 所以一方面固然有這個期盼 有這個因素在裡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叫你放心 我們不會侵犯到你的核心利益 那另外一點請教 就是說談到蔡英文 蔡英文四年以前 就馬英九再點了一次 蔡英文去美國 好像美國對他的反應 不是很熱烈 覺得有人講說 對他兩岸政策不滿意 這一次他前程去 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蔡英文還是蔡英文 但是美國對亞洲的政策 他的再平衡 對中國態度改變 將來想要拉蔡英文 認為你有機會當選 然後也來反制中共還是怎樣 我想這是一個因素了 但是更重要的因素 是蔡英文這一次到美國去 他對於兩岸所表達的意見和立場 跟以前有所不同 蔡英文事實上過去 他兩國論他有參與 後來的這個所謂一邊一國 他也有參與 後來的公投等等 他都無意不行 無語不語 他都多多少少參與 或者提供意見 所以在美國人對他原來的了解 是在兩岸關係上 他的立場 跟美方所期盼的 所謂維持現狀 有一點差距 所以這次蔡英文去 除了你講的因素之外 他把他對兩岸關係的立場 加以修正加以說明 這也是美方對他不錯的原因 那美國人相信他嗎 當然了 美國人相不相信 我不知道 不過照常情來說 美國人是wait and see 我們等著瞧 好 那麼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前外交部長陳建仁 陳部長我們繼續討論回來 我們看今天媒體的這個標題 馬錫會得罪美國嗎 打一個問號 所以美國智庫閉門座談 朱立倫說尊重 大概以前有蔡英文可能有開門 現在是閉門 意思就是說 馬錫會可能得罪美國 當我們看到美國白宮 國務院發言都是肯定等等 但是因為馬英九自己好像也講 他是頭一天才通知美國 所以事先並沒有跟美國講 頭一天而且也沒有 也沒有得到美國的同意 或不同意 這我們的事情 兩岸的事情 所以頭一天通知美國 美國會心裡其實是不爽的 可是表面必須要裝著說 好啦 肯定啊 這個等等 可能有的人覺得 你通知我太匆忙了 但是能夠再事先通知 我想美國能夠瞭解 這個馬錫會的敏感性 和他的重要性 他關心的 不光是通知早晚 我想更關心你們談了什麼 內容 談了什麼 可能產生的效應 但在這方面的話 我想馬政府一向主張 親美 就是零意外 所以不管在台北也好 在華盛頓也好 一定是蠻詳細的 把所有的經過跟美方講 這次事實上 這個朱立人去 能夠再增加多少 可能是馬總統的口信 讓美方更放心 至於這個爆上燈 說這個閉門座談 就怎麼樣 這個倒不一定 這個不一定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不避免的話 就是on the record 大家都看到 大家都在那裡 這個這個這個 聽 這種情況下 有很多人談話 結果有保留 有保留 不會講真心話 他們希望能夠 跟朱立人坐下來 我們很坦誠的 無所不堪 開誠不公 什麼都講 即令如此 照美國這樣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到時候通通露出來 我想不光是美國如此 我們中華民國更是如此 也是這樣 連大陸有的時候都露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意義不大 是 當然蔡英文上次 看到美國的副國務卿 朱立人也看到美國 副國務卿 前兩天還有一個美國 國會演講 既然馬英九都可以 跟習近平見面 那為什麼以後美國總統 不能跟台灣的總統見面 換句話說 以前不能見是因為邦交 有沒有外交關係 老共抗議反對 那你都能見 為什麼不能見 從某角度看 也好像也有幾分道理 對啊 我們是認為這樣的講話 很有道理 在國際社會是很現實的 而且習近平 依然強調 兩岸的關係 不是國際關係 一到國際關係 就牽涉到承認的問題 牽涉到這個中華民國 在台灣 是不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而可以成為國際社會 這樣一個成員 而因此可以跟任何的國家建交 可以跟任何的國際組織發生關係 參與任何的國際組織 我想他們考慮 是從這樣一個角度 當然美國國會議員 各種各樣的國會議員都有 他可以講 他們想什麼就講什麼 事實上 你到美國國會去 幾百多個這個國會議員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對於兩岸關係 對於中華民國 不過基本上 他們是同情 也支持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 那大陸會越強 不管在軍事上經濟 那台灣或中華民國 是不是在國際上去越來越 空間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要找出路 怎麼找法 找出路的話 就是第一個 我個人的看法 我的淺見 我們國內 一定要安定下來 經濟 社會 教育 科技 各方面 一定要趕快迎頭趕上 最近幾年很多人 大家都談藍綠 對抗 把國家給遲緩下來了 我們要客觀地講 因為我現在無黨無派 而且是在野之聲 是 我的確認為 我們有很多的問題 都是因為兩分法 所以沒有辦法很客觀地 大家團結來推動 很多的這種方案或者計畫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在國際間 國際間我們必須要 讓國內的民眾了解我們的促進 然後好好處理兩岸關係 慢慢地 逐步地 有耐性的 國務院有個好朋友 他常常用這個字 叫incremental 一步一步地來推展 這個世界是現實的世界 你不可能一夜之間 什麼事情都順從你的這個旨意 要慢慢地來 我覺得最大的關鍵還是在國內 只要國內不要浪費很多資源 很多時間 甚至於批此傷害 我覺得台灣是很有希望 人外必先安內 這很困難 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團結很重要 但是 所以愛因斯坦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世界上有兩 他說宇宙間有兩岸都是永恆的 一個是宇宙 另外一個是人類的愚蠢 不過他說宇宙可能不一定永遠存在 有很多時候明明知道 他還是就是這樣硬幹也變成這樣 好那 因為這個 你是外交的這個職業外交家的 外交老兵 如果民進黨執政 蔡英文執政 然後呢 有沒有可能 現在有人講 說我們的外交 可能會雪崩式的斷交 有人是說骨牌式的斷交 到底會怎樣 當然看這個 假如是蔡英文執政 他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我想中共方面 在過去七年多的經驗 坦白說 我們現在維持邦交的國家 也不是在世界上多有影響力的 你能夠維持二十幾個 他也沒有意思 把你這些邦交國都搶過去 他考慮重點在兩岸關係 所以假如蔡在兩岸關係 處理得當的話 我想我們外交的這個領域 還是可以繼續維持 有的地方還可以繼續慢慢地開脫 但是假如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完全跟現在推動的政策背道而馳 那那個問題就相當嚴重 不排除 不排除 我們有邦交國國家會大批的走勢 最快會怎樣 當然這很難說了 這個有的國家 它不是那麼重要 中共要不要 我們也可以把它維持下來 當年我們兩岸對抗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維持了不少嗎 但是現在我們為什麼說會大量的走勢呢 因為有些國家 現在老早就有意思跟大陸建交了 而大陸不要 最明顯的一個Gambia這個case Gambia Gambia這個覺得他很了不起 兩邊可以遊走 以前他遊走過 但他跟我們斷交之後 大陸不要他 但是假如未來的政府兩岸政策不是這樣的話 可能有問題 那這個說蘇利倫是到美國去 有三座大山 第一個跟美國說明這個馬錫慧 然後跟蔡英文區隔 然後安撫華僑說明換柱的理由 我們知道當然你是黃秀柱的 國政顧問團的台主 你做顧問嘛 這是他們寫寫了 我自己並沒有接受 就是說現在有挺柱的聲蘭 這次也很多嘛 有些人對王金平去任 如果不分區啊 也不滿意 你看能夠化解嗎 以你的觀察 我想可以化解 不過我要先強調 以前我出來啊 為洪秀柱講話 最主要是 國民黨黨內啊 沒有人出來 他有個架構 有個規定在內 竟然沒有人用 那洪秀柱出來嘛 我們覺得這也是好事 所以我們願意來推動 當然後來 國民黨有他自己的考量 換人啊等等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過我個人的感覺 這個洪秀柱當然 心裡面還是會有 別扭了 但是我們很喜歡說 大舉著想了 有的時候也就忍下來了 是 那你覺得朱立倫斯到美國 最大的意義在哪裡 這麼匆忙 很簡單 從21世紀開始 我們有總統選舉 總統候選人 前前後後都有習慣到 美國 美國去走走 第一 美國對我們太重要 第二 選舉是出口轉內銷 美國一個報紙都不登 可能 台灣都會登 頭版頭條都寫出來了 這是對他們有幫助 選舉有幫助 是 好 那麼非常謝謝 陳建仁陳部長接受訪問 謝謝 謝謝